咱们开书 先说两句听法诗 龙龙您的耳音 也是缓解一下我的紧张 当然不见得能缓解得了 各位包含您听 大将生来胆气豪 腰横秋水燕灵刀 风吹驼谷山河洞 电闪雷鸣日月高 天上麒麟原有种 血中楼里岂能逃 太平代照归来日 朕与将军 解战跑 谢谢各位 这个都是我师父那诚实话 他念的不见得多不好 非常悦耳动听 所以大家一般都是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这有懂的 赶我师父再来一个 师父有关就给捞一个 当然别喊多 很多茶友都知道 到此为止 咱们见这段 哪吒闹牌 上回书咱们说到 因为这个隔了三周的时间 高老号 隔了三周的时间 有些内容呢 您可能记忆模糊了 这个包括我在内 记忆也不见得太清楚 所以呢 捣不捣呢 咱们有必要呢 挽回这么翻一翻 说这么两句 这个故事发生在这个 商末周初 咱们上回说到哪呢 说到这个 昆仑山 玉须宫 十二大上先之一 前原山金光洞 洞主 太遗老真人 奉了玉须法碟 将这个 前原山 金光洞 镇动之宝 这镇动之宝什么 灵珠子 一颗明珠 少日月精华 天地所造 一颗无上的智宝 所以作为这个 十二大上先之一 太遗真人的 镇定之宝 这件宝贝 非同小可 玉须法碟 写的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间 要灭伤 兴州 江子牙 往后要下山 驻州伐州 作为这个 周朝啊 伐州的这一路统帅 作为大元帅 江子牙伐商 缺少一路 先锋 这作为他的先锋官 所以 太遗老真人 奉施命 把这颗 灵珠子 投落凡间 转世为人 将来长大之后 胡左 王七发 成为大元帅 江子牙的一路先锋官 老真人 从这前原山 把这颗灵珠子取出 踏上玄鹤 咱们上回入友听的都知道这个玄鹤什么 就是浪人的迷剧俗语嘛 就是千年的鹤鸣万年的鹤鸣 大概有知道的就明白 那个不明白的 我也没法跟您说了 管钱太多了 骑上玄鹤 驾链人间 在云头上 巡视万方 为什么他要巡视呢 要勘察一下 看看这个人间呀 各家各顾 这个福报如何 灵珠子是无上的至宝 投了人间 作为江子牙的一路先锋官 这是大事情 惊天动地的大事 不能随随便便 随便在灵珠子 站在云头上 不用看准了 哪家都往下扔 扔一屠户了 长大了 宰猪去了 扔一农民种地去了 所以就没有他的价值了 老真人 骑在玄鹤之上 在云头之上 体察万方 看看哪家有福报 哪家善良忠厚之人 找来找去 在这个 陈塘关云头上 停住了 上回书咱们也说了 陈塘关是哪 就现在的天津内 在商朝末年 这是雄关一坐 兵家必争之地 陈塘关东林大海 东阳大海 东阳大海之主 东海老龙军 这个敖广 坐镇东海汪洋 而陈塘关呢 就在这个海畔 陈塘关城外有一条九区河 和平不长 直通东阳大海 其实就是一水差 过了这个九区河 就是陈塘关 陈塘关主 谁坐着 叫做李靖 大家一听上回书我也解释了 李靖 在唐朝确有其言 神话之中呢 把他搁的这个商朝末年 就是后来的神话传说中的 托塔天王李靖 现在他在人间当官 所以李靖